目前新一代的CPU基本在4GHz左右性能徘徊 部分CPU超频之后基本可以达到5.0GHz稳定进行 大家有没有想过 如果在相同主频下 不同数量的核心对游戏会有什么样的影响呢 通过CPU锁平5GHz在4GHz 6GHz和8GHz当中对比 会发现核心数量越多 游戏运行相对稳定 帧率相对较高 6GHz与8GHz之间的平均帧率差距最小 4GHz相比6GHz差距相对较大 这也是为什么英特尔会把4核心4线程的i3定位在半工级别 6核心6线程的i5定位在中端游戏级别 8核心8线程的i7定位在高端游戏级别的原因 所以想要3000块钱组装一个英特尔平台的游戏主题的兄弟 只能买二手配件 或者再稍微的贵一点 选AMD平台 CPU AMD R5 2600 主板B450 8G内存 显卡RX590 硬盘256G SATA 3.0 加ETB机械硬盘 电源选航加或者长程500瓦 这些加起来大概3500块钱左右 机箱整一个大结盒不用花钱